回到那个梦开始的地方后,徐根宝看着庄城来探望他的弟子们十分感动,和大家一起续旧,续风十分和谐,但是见过恩师后的国家太贵康,却一整眼的功夫就不见了,原来,他专程去探望了基地内的老教练和工作人员,让徐根宝对得感动了,你绝对是东宁打得了,三方面面都要关心,太贵康的行为, 证明了自己没有忘本,又表明徐根宝多年的心血,没有白费,又加出了各国组好徒弟,实际上,上岗全队来探望东师徐根宝的确很耐心,但帮助他们一起成长的不仅仅是中国足球教父徐根宝,还有那些在代后,帮他一起致力中国足球精神工作多年的老教练和工作人员,上岗俱乐部军工招商,也离不开他们的那一半, 蔡惠康尽管能有无理那样的名气,但是他没有忘记律师的教会和老教练们的帮助,这一启动也证明徐根宝多这些人的努力没有白费。 蔡惠康尽管,在兵报2019瓦招封后,中国国足因为被辞职后的礼提批评,而备受争议,且高维楼还放入花拳,蒙进中国足球国交队等一系列丑闻后,让很多球迷都对国足彻底失望,就为他们缺少荣誉感和责任感。 但蔡惠康尽管的表现却也反映出,国家们并非都是万本的人,2019赛季,中超俱乐部商选改规划,买了人的老板不少,但是真正他是感兴趣的人却不多,希望中国足球能够多几个徐根宝。 为中国足球国培养出一些品行精英的海鸟粉,就让中国足球才能真正有希望。